大家好 现在因为是处于一个短日照的阶段 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长寿花呀 它都是可以分化花芽 长花剑 长花苞开花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大家要注意 如果大家家里养有这个长寿花小苗 就不建议让长寿花小苗开花 在这个阶段长寿花小苗它也是可以分化花芽开花的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让它开花 那么它就会进入生殖生长 进入生殖生长之后的长寿花 开完花之后呢 因为养分消耗了过多 而且蜘蛛竟敢容易木质化 那么后期它的生长速度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而且呢 整个蜘蛛的株形会特别的矮小 所以呢 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长寿花小苗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它在现在这个阶段的 分化花芽 长花苞开花 那么怎么避免它在这个阶段开花呢 现在这个短日照天气又特别适合它分化花芽 应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很简单 想要让它不开花 我们只需要做好两步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给它补光 那么我们都知道长寿花开花 一般就是八个小时的短日照 那么如果它无法开花的话呢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长日照 可以在晚上的时候给它大概补三到四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会开花了 那么怎么补光呢 我们如果是放在窗台阳台养殖的大家可以把室内这个灯啊打开 然后的话给它噪到大概晚上十点十一点左右 然后再关灯 那么这样子它会处于一个长日照的环境下 它就不会分化花芽开花了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用肥 大家注意不要再用磷甲肥了 用磷甲肥会促进它花芽分化的 我们这个时候用肥主要是用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来促进它这个枝叶的生长 那么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的话就有非常多种了 比如一些有机肥发酵复苏好的养分 或者是花多多十号这个高氮肥都是可以促进它这个新枝新叶的生长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在十一十二月养护长寿花小苗的时候 一定不要让它开花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再见